跟各個藥廠還是都持續有在聯繫 那現在可能大家比較關心的就 那時候應該是說郭董事長他們有委託 台綱 來提出相關的申請 那事實上這個 這個案子事實上採購疫苗是一件蠻複雜的 案子 那不過我們也為了讓這事情能夠比較 單純一點 所以我們就先做了一個大概開了一個 會議 那然後就先同意 我們那天有同意這個接接 接接的這個情形 因為接接他們一直都有 送他們的一個基本的資料來 那台康的這邊來委託來 也要說要進口這個 BNT 那我們也讓他能夠減少障礙 我們就有副條件的 這個同意專案進口 那副條件是指著說 那一般我們在審這個 這個所謂的進口的案子 那還是要有這個 製造廠 跟他的一個技術性的資料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會供貨 供貨的這樣的可能性 那這樣 才有辦法 那這 對我們來說 我們先把這個 可能就會擔憂說 是不是資料弄全了 有什麼不行 有什麼不行 我們就說這些資料來了 大概就應該 是可以了 希望能夠讓他進行順利 不過 疫苗的購買 採購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這邊也會多管道的 努力 那民間如果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們會盡量予以協助 另外大概這 我們那時候一直講說 這個原廠證明嘛 是不是沒有這東西 我們就發 那其實很容易大家都誤解 就有點會 寄生誕 誕生劑的問題 所以我們大概就 極力想要來協助 相關的人 如果有 如果真的能夠把這東西辦好 我們都非常的高興 所以這個裡面 我們的副條件裡面 就是說 請再請付 這個原廠的出貨證明 願意出貨證明就可以 那因為以前有講就是說 你 原廠有時候會就是講說 你又政府又沒有 准你 那我們都不會給你這個出貨的證明 那所以我想你這邊繞 大家都繞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不如跟他講說 有 你只要有 原廠證明 我們這個就準了 那這樣對他在交涉上面會比較方便一點 才不會這樣繞不出來 好 我想這是我們能夠盡最大的力量 來協助這件事情 我已經是用了 我可以說 真是用了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